KK,我们这一节就要谈谈一些赌股 本身市场升得好地地 连升第二个交易日,例如成交都非常厉害 现在这个中数都已经过千亿成交了 升的股份过千只 焦点主要下来之前 新经济股、半导体等等都有些不错的反弹 但中午当然看着澳门宣布 因应疫情的发展 将要暂停博彩业务半个月 看到一些澳门博彩股就一卸而下 金沙曾经是 银与金沙两只蓝筹 曾经跌至4%、5% 跌幅都非常夸张 当然详情是怎样的 运作是怎样的 稍后特首下 何一成都说要再跟相关部门 及机构去开会谈谈 detail 才再出来说 但股市的反应就非常大 已经跌下来了 大家当然想着倒收的问题 我们都可以很快地trace back 上次真的要暂停博彩业务 是前年台风山竹吹集的时候 那时停了一日多一点 三十多个小时 出来那月的数据 是219亿多澳门元博彩收入 按年还可以升 但这是两年以来最低的增速 今次甚至要停半个月 即两个星期的时间做不到生意了 会不会那个数据更加吓人呢? 当然是因为你停了半个月 上次只是单日台风的事件 都看到影响了博彩收入 而在这一转 我们都会看到疫情 不单只是影响了半个月 甚至还没停业之前 甚至之后 人流相对来说都会减少 所以实际的数字 可能会比我们预期 跌得更加多 但早前一月的博彩收入 按年已经跌成一成一 之后跟着已经有些大行出来 都开始唱淡 今年至少头一两个月 走势都会一般的 觉得有个赌收 特别看税银 2月的赌收还要跌大概超过五成 花旗和高盛 就估全年要跌8%至9% 如果是这样的话 接下来会否再有新一轮向下的 对于赌业也好 赌股的估值也好 会否很快在根手出来 就要估计赌收再向下调 应该很快会出现 未必说是一次 可能是两次 甚至更多 为什么会说是更多 因为在这一转 我们才知道停半个月 但停完之后 人流是怎样呢 我相信这部份 很多分析员大行 都会密切关注 而另外就是关后 就算是有营业 但旅客人数 人流又是怎样呢 所以可变数其实会比较多 而变相在未来 我想大行会首先消化 在澳门政府正式公布的时候 他们会首先预计人流的变化 还有预计人流变化 就是半个月之后的情况是怎样 所以你不排除会一尘八彩 当调整幅度在短期之内下调 之后会不会再进一步下调 还有我们都要留意 会不会只停半个月那麽少 如果你说停多半个月以上的话 停足整个月 我相信问题性对于豪导股 未必说今天股价就完全反应 即未来可能会有些再深一点的调整 但见到今天即市的反应 其实挺特别的 就是中午一回到来 开始说消息的时候 当然由升转跌 马上就跌下去 但很快 如果你用银鱼来说 落到差不多五万元边 开始有些买盘就涌入去 慢慢又推上来 其实现在整盆倒股的跌幅 是在收窄 收窄了很多 算不算是一个对澳门那边 抗疫也算是有些信心呢 毕竟我们网上其实舆论 常常都比较的 香港和澳门两边 好像常说澳门那边 走先一步的 那些措施 又做得狠心很多 今次更加狠 直接要停下赌业半个月去做抗疫 但见到那些人还肯买入去 是否大家对澳门那边的前景 整体来说 其实都不是很担心 我想对于股份的前景 或者对于政府的前景 未必说是完全相关性的 不过在这一转 豪赌股有停业的可能 其实之前澳门特首都有伸出一些风声 而在豪赌股一中 其实在调整方面 都已经出现了这个因素 现在是进一步落实了 那边上股价 你说已经调整了 在低位又这么巧 又有一些技术性支持 不跌着的话 我觉得都是正常 要留意一下 现价就未必完全反映 接下来的事情的变化 疫情的变化我们未知 澳门他们当局要做的事 停的时间都未知 所以这一转只可以说 短期投资者有些回稳的情况 甚至我都可以想 股价会不会在回稳之后 之后部署地他们进一步 或者新一轮的下跌 都有这个可能 所以不要只是单一今天的股价 就觉得他们完全回稳 甚至对于豪赌股 说澳门政府真的有信心 这一点 我觉得现在都是观察当中